欢迎朋友来到今天台湾获利购 我是吴助玉在空中陪伴你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 今天透过艺文线上跟大家来分享 这是在我老家的一个相当重要的艺文团队 三妹堂创意末团队 他们从去年的7月1号开始 一直到今年的2024年6月30号 在嘉义表义驻管有一年的时间展出了特展 而现在告一段落了 为了回顾三妹堂这群伙伴他们的丰硕成果 我再次跑了一趟嘉义县表演艺术中心 访问到团长颜仁洪小金老师 请他和大家一起来介绍跟分享 因为他有很多话想说 而且他也很爱说 我就废话不多说 把时间交给严仁洪小金老师 进行今天的艺文线上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我是三妹堂小金老师 那今天要来跟大家做这个嘉义县表演艺术中心 由于偶艺三妹堂金工布袋戏友展的一个一年的巡礼 很开心了我再次拜访了 这个是嘉义县的表演艺术中心 访问了三妹堂创意木偶剧团的团长 也是我们的创办人 严仁洪小金老师 小金老师你好 主持人好 是 小金老师 其实刚才您特别说到 我们的这个长设展 从去年2023年的7月开展 一直到现在 到6月底告一段落 时间过得好快哦 对 那个当时都觉得一年好长哦 对没想到就这么过着过着就结束了 OK 但是让我最感动的地方就是三妹堂整个团队 包括你或者是我们的志工伙伴们 其实这一年来 一般的朋友在放假的时候 你们是365天几乎是没有休假的 甚至越是假期 你们是更忙 动员了所有的志工来协助这个特展 那是不是也跟听伦伴来聊聊 一年下来你自己有什么样的一些观察 我们这一年的长驻展 之所以会有这个长驻展 是因为之前三妹堂从2016年驻管 在嘉义县表演艺术中心 然后慢慢的越来越多人来这个地方 然后有很多游览车 开始把这个地方当成固定的行程 但是我们的办公室很小 偶又很多 其实你一台游览车来 我们办公室就炸掉 塞不进去 所以后来就出现很多 有时候一次来两台游览车 然后我们办公室门口呢 就开始塞满了欧巴桑 对然后好几次看到他们为了要拍偶 炒偶差点 炒架了吗 不是会掉到台阶外面 他会摔倒 因为我们那个地方又没有残障步道 所以就开始跟表演中心说 那个很多轮椅的民众 他们想要上来看 然后小孩把妈妈丢在马路上 然后自己跑进去看 因为没有残障步道 轮椅上不去 对 所以后来表演中心就帮我们做了残障步道 随着人游览车的人越来越多 我们那边常常就是藏的那个板凳 现在都每天开办公室 就要把那些桌子椅子全部都搬出来 就是要让那些民众可以现场坐在那里 看我们演出 就是教他们操偶 因为大家都有兴趣 一直会看里面到底在干嘛 既然他们要看 里面又塞不进去 我们后来就延伸到外面 外面人越来越多 表演中心 他办了一个10月 2022年10月 他们有随意走走 随意走走 有一个礼拜 他跟那个春河剧团 他有一个恐龙重生 就是有人穿着恐龙装演出 然后吸引很多小朋友来看 那一次 一个礼拜就吸引了八千多人 那八千多人 基本上表演中心几乎之前没有这样的活动 一个礼拜可以吸引这么多人来 加上我们的展就是 非常的精致 所以后来回流的人很多 所以隔年表演中心第一次办了一个第一届的亲子艺术节 那个亲子艺术节就刚好在清明年假儿童节 那那个假期呢 也是一样人潮爆满 一共有这个一万两千五百多人 那那次成效非常好 然后游览车好多台 所以后来表演中心就跟我们提说 他们想要在这个展览厅 那办一个常驻展 就希望配合三昧堂的展览 然后把这个人潮呢 继续像慈禧效应一样 看稀一年结果如何 所以那时候我们就有答应了 因为基本上三昧堂跟表演中心 他就是一个共生 因为三昧堂本来就没钱也没地方 但是表演中心提供给我们钱跟这个地方呢 所以我们那时候就很愿意协助表演中心 一起把这个人潮吸引过来 做成一个观光景点 表演中心在这之前 在三昧堂进来之前 他基本上他是一个文字馆 他有十几年的时间在嘉义县一会 经常被批花这么多钱在这里 但是就是没有人愿意进来 对但是经过三昧堂这样子 我们现在就连你今天来 就是刚好游览车 然后早上也是两厅院一群人 就是带他们的日本贵宾 然后好多好多人 不只是外现实 重点是嘉义在地民雄 很多人现在都愿意进来 那这个地方之所以之前他们不愿意进来 是因为很多老人家觉得这里以前是墓地 所以大家觉得这里很阴 八字太轻不要进来 可是随着这个人越来越多 我每天都是游览车现在假日大概都是四台到八台游览车不等 那让人一批一批进来活动一直办 所以很多民雄在地的居民都会告诉我说 我以前从来没看过地方 这地方有这么多人 但是就会很好奇想要进来看看 然后看了之后就会一来再来 所以老人啊小孩啊 因为每到下午的时候就会来这边散步啊 运动啊 遛狗啊遛小孩啊 所以现在都变成正常这个民雄在地人会来的地方 所以我觉得这一点是很棒的感受啊 就是一个布袋戏团 然后跟一个艺术中心结合起来 居然可以把一个蚊子馆变成风生水起 现在变成一个真正非常重要的这个观光景点 我觉得这一年来我们真的是做到了 是 我觉得回应刚才呢 三面堂创意木偶剧团的这个创办人 也是现任的团长 严仁洪小金老师所说到的 因为我是在地人 真的是在地 我在这个地方生活生长的时间比你更长 过去呢因为旁边躺着都是我的祖先们 所以过往呢 其实在地人不太往这个地方来 那后来呢 这个表演艺术中心盖完之后 其实本身建筑非常的有特色 但是过往的一些经验吧 我们会对这个地方呢 比较会有排斥感 但是三面堂这个创意木偶团队的进驻之后呢 我觉得你们带来的人气 而且呢这个过程当中 我看到了传统的戏曲波带戏 在这个地方发挥出了 它不同的一个样貌 这个地方呢 是真的要跟三面堂的所有的团队 说声感谢你们 让我们这个地方呢 被看见了 好 想请教三面堂的小金老师 小金老师就好像您说到的 越来越多人去关注到你们了 你们看到了自己什么样的成长 而这样的特展又提供给 这些来参观的大朋友小朋友 什么样的一些收获 我们先来谈谈你们的成长好吗 好啊 就是其实这一整年的展览啊 说实在很辛苦 就是我们当初接的时候 都没有想过 这个时间整年被绑在这里 我们会有多么左之右左 因为像我在 被绑在这里 像我在文早外语大学有课 那多多老师 他现在在嘉华中学有课 那有时候我要去高雄上课 以前都是多多老师会开车载我去 那现在就变成势必 要么就是他要留在表义中心 或者是我找我自己的学生 攻读的方式 请他来帮我们雇展场 我们才能够一起去文早 对那有时候刚好他嘉华有课 我文早有课 变成我们两个要拆两个地方 那他的课没有我讲 那就比较没有那么精彩 我的课没有他来演 我自己都会觉得 我的操我就没有很好 还要去演给 让示范给学生看 所以我觉得我们两个人的 课程的教学品质 都因为这样下降 然后因为不得不拆开 因为我们同时要顾到展场 顾到他的课 我的课我就拆开三个地方 甚至有时候多多大老师 他们家要演出 所以我们两个分开的机会 越来越多 以前我们两个是到哪里都会 那个一起在一起合作 现在这一整年几乎都是 你会看到不是他自己出现 就是我自己出现 因为我们真的是人手不足 到最后我们就开始 必须要开发家义民党在地的 我们的志工 因为我们以前的志工 是分散在全台湾各地 然后大家都有自己的工作 你说六日来还可以 可是一到五呢 真的是找不到人 所以我们后来 就是刚好我们有志工的妈妈 像阿昌他的妈妈 他白天是家庭主妇 那我的学生在家一室 他也是家庭主妇 那小孩都是下课之后 还有事嘛 所以就是一到五的时间呢 就如果我们真的没办法 就是请他们来 那他们来 势必一定要交导览嘛 因为游览车来 他都一直希望你导览要教他们拿偶 所以把这批妈妈训练成三位堂的导览员 OK 对 就是你要教 全部讲过好几次 可能是我在导览的时候 就要请他们在我旁边 那教他们操偶 他们才能够教这些游览车的民众操偶 然后再来就是六日 我们现在这个木偶医院 全台湾唯一的木偶医院 以前在办公室的时候 就已经是车水马楼了 现在来到展场之后更是夸张 就是有时候一天 可能会来到13到20尊的偶 然后排排 上次有一次偶太多 然后我们偶价不够 然后铺了很干净的布 让他们一排躺在地上 偶一排躺在地上 等着急诊 对 然后那个照片出去之后呢 应该说 网路上有一些粉丝就觉得 天哪 为什么要让他们的偶受到这种待遇 这个偶一尊那么贵 然后怎么会整排躺在地上 但是他也没想过说 有个偶主一次就带13尊偶来 然后都没有偶价 你总不能叫他全部都塞在行李箱里面 因为那个塞久了 他头发会变形 对呀 那我们只好把地板弄干净 然后用最干净的全新的布 让他躺在那里 可是他会觉得这样子对偶呢 不太尊重 对 所以后来我们就是尽量准备多的偶价 然后不管多少我都尽量让他们站在旁边 就像在医院等挂号这样 所以现在我们又训练我们的志工 要跟多多老师一起秀偶 所以你会看到 我们那个民雄中医诊所的护士 他一到五在那边帮人家针灸 然后六日他在这边当多多老 就是你在旁边多多老师说 我要剪刀 快干 那个胶水什么的 就是护士好专业 他就这样递 就好像医生在开刀一样这样递 就觉得这护士真辛苦 连六日也要来这边当护士 所以大家各自发挥所长 然后有一些比较小的 比如说那个饰品掉了 或者是衣服要缝什么的 这些我们这些志工 全部通通可以帮多多老师 减伤分类 你们上到急诊室的时候 不是有重症吗 就是那个头发掉 外壳内壳 对 头发卷的啦 眉毛掉的 那个动到头发的 我们没办法 这一定要多多老师 但是轻症的 我们其他志工就可以帮忙解决 要不然有时候 有一次最高纪录是 一天这边有三十尊偶 排到外面去 然后他们现在来 就是成群结队 他们不会说 我要自己一个人来 因为他们是好朋友 大家一起来 你家的藕有什么问题 我家有什么问题 然后一起跟多多老师说 然后修完之后 他们就成群结 都一起去表演中心外面外拍 对 外拍这些照片 就会到网路上 然后就越来越多这样的照片 大家都知道要来这边修藕 修藕后 马上就可以外拍 马上就可以把藕带回去 不用像以前去霹雳 这样子一尊藕送回去 一年半才会修好 对啊 所以现在变成 这里又是外拍景点 又是木偶医院 然后游览车呢 也是一直来 就是不管我们 有没有在修偶 就算修偶的时候 他们也是想要看 会在旁边拍 然后上次 有一次我们在 木偶医院的时候 南投有一个摄影学会 他也是游览车来 二十几个人拿了大炮 每一个人就是对准 我们那些护士医生 在他边一直拍 一直拍 我们下期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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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下期再见